音樂 您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楚智能管宗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營紀錄照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冷屋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 收音性事件背後要值得我們去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 当然也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群众的捐利力量 才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的报导 以及更深的讨论 公众刚刚成立没有多久 事实上我们报导的这个社会议题 其实就是热身院 我们大概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在有关于这个热身疗养院的 破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报导 当然可能对 现在最近这几年 我们看到热身院相关的讯息 相对之下比较少 可能也有很多人不太了解热身院 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以及发生过什么事情 那不过其实里头住了蛮多 非常年纪蛮大的一些长辈 这几年其实也有长辈们陆续的凋零 所以我们想要透过今天的 这样的一次的专访 来谈热身院的这个过去的历史 以及在里面 长辈所面临到的一些遭遇跟问题 因为在10月4号的时候 保万芝先生 他事实上是热身院的院名 也是热身自救会的理事 他在10月4号那一天去世 那我们也刊登了一篇文章 是纪念这个保阿贝的一篇文章 那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 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是 热身保留运动的这个参与者 江欣宜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欣宜你好 嘿大家好老师好我是江欣宜 谢谢欣宜来 我们跟我们一起分享 那我想 欣宜在这个保阿贝过世没多久 其实就在你的脸书上面 也写了一篇纪念他的文章 那我们也公库也刊登了这篇文章 可以告诉我们 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保阿贝的吗 我的话其实是从大学开始 就是大概将近10年前了 对啊那个时候 我从大一开始 就是去接触到热身的议题 那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可能参与热亲他们举办的活动 那活动里面其实 也 毛阿贝可能不一定是常常会跟我们交流或聊天的人 可是我们就常常会看到他在活动的现场可能晃来晃去 对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 对这个阿贝好像有一点印象 那后来也慢慢的就是发现说 这个阿贝他就是还蛮特别的喔 他很喜欢自己就是手作模型 那他也会带我们去参观 那原本也觉得他好像只是这只是他的一个兴趣 可是慢慢的也发现说 原来他做这些模型其实是因为热身保留运动抗争的一个缘故 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慢慢的跟他有更多的一个接触 可是我想你也接触到蛮多热身院的院名 为什么会特别发文来纪念毛阿贝 毛阿贝的话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说因为这这几年我其实包括说我的论文 其实是在写热身保留运动的议题 那其实我访谈了很多的院名 那可是我其实没有真的详细深入的访问过毛阿贝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常常 只要去热身毛阿贝都会出现 他都会一直跟着我们一起 譬如说看看我们今天打扫的进度啊 看看我们整理文物的进度 那所以变成说我们跟阿贝 其实还是有很多在生活上面的一个接触 那所以知道阿贝过世之后 其实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说 毛阿贝竟然会有一天离开我们 所以就是其实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回顾说 我以前在热身拍的照片 然后看到很多照片里面都有毛阿贝的声音 然后也去回忆很多 就是当时跟他一起相处的一个过程 所以对你来讲 他其实就是像一个长辈一样 你们去热身去做一些 可能不知道打扫 或是其他整理资料 甚至抗争的时候 毛阿贝会特别来关心你们 嗯嗯 他就是都会在旁边可能就说 就是有时候傍晚的时候 他就会一副就是晃过来 然后就说 你的房子回去了啦 该回家了啦 不要在这边到底在干嘛 可是他其实 这个我们后来发现这就是他关心我们的方式 就是他不会像 可能有一些院民是 很就是温暖的问我们说 你们在干嘛或什么 但是他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是他希望我们不要太辛苦 然后希望说 你们时间晚了要赶快回家 对那像是说我们其实很常夏天办活动 那因为毛阿贝他就是常常会自己去买那个石花草 那回来煮石花丼 然后他就常常夏天的时候 就自己这样慢慢的搬着一锅很冰的石花丼来 然后就是说要给我们喝 但很有趣的是 毛阿贝的石花丼里面常常有蚂蚁 哈哈哈哈 所以他们就说 就是可能是发在外面 而且阿贝是台南人 所以可能真的有一些 糖分的部分 比较多一点 OK 所以 阿贝 应该这样讲的 热身院其实还是有个小山坡啦 对 然后其实 虽然搭捷运可以到再走一小段路 所以他可能是在关心你们的安危啊 就是如果要下山 其实也会比较暗 太黑了 太暗 那你为什么会开始去关心这个热身保留运动这个议题呢 你刚刚特别谈到你在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去 参与一些活动参与一些运动 是什么样的机缘开始 我其实从大一的时候啊 因为那一年是2014年 然后那个时候发生了318运动 那可是因为我是中正大学 其实我是管大学生 而且你的课堂报告就是报告热身 然后到研究所还是一直写热身 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就参加318 那可是因为学校在嘉义嘛 那我们其实很多议题 比较没有办法 一直在台北来做参与 那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 去找了几个 可能我觉得我自己 比较相对有感或关心的议题 那刚好是有一次热身他们就办了一个 播纪录片活动 然后那个时候也可以跟院民有一些交流 那我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现说 我其实对于反破纤 就是对于说一个人 有没有家 或他从家园里面被迫离开 会对一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子的问题开始 就是很想要深入的了解 然后甚至是进一步去有一些行动 对所以后来我就开始 以热身作为我参与议题的一个出发 那也一直持续的投入 这样 我想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 如果很早期就开始在关心 公库或是关心社会运动的话 大概对热身院并不太陌生 但是其实可能有一些听众比较年轻 有些观众比较年轻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热身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热身疗养院呢 其实在过去 他是在日治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以前是说疗养院 但是实际上他其实 里面的这一些患者 他们全部都是得汉生病 那汉生病其实在日本时代啊 或是更早期 它其实叫做麻疯 就是叫賴病 那這其實 台語它叫做Tiger Bay 對Tiger Bay 所以說其實這個 就可以聽得出來 這個病其實在過去啊 是在社會上其實有很嚴重的一個污名 那包括說日本人他們覺得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成為一個 好像跟西方國家一樣進步的文明的國家 所以我們有這樣子的 患生病的患者 因為他們會有一些可能皮膚的病灶啊 然後看起來好像身體就是有點爛爛的 然後有一些不好看的樣子 那他們覺得說 這其實就會感覺好像我們國家沒有很文明 因為西方可能都已經 馬蜂病都得到控制了 可是我們日本帝國或我們的殖民地 都還有很多這樣的患者 所以他們就蓋了勒森療養院 把這些院民就是 強制的收容隔離到這裡 那其實這個療養院就變成說 他一旦被收容進來 他其實是終身都沒有辦法再離開這裡 甚至是說 欸過世之後 其實也要放在院內爾納古堂 對那其實一直到近代的話 其實就變成說 在那個2000年代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因為 台灣就要蓋這個捷運嘛 那當時其實捷運的這個 新莊縣他的一個機場 就是說捷運的廠房 他其實就是想要選址在輔大這裡 可是後來因為輔大那邊的 土地想要開發啊等等的 那有一些抗議 後來捷運就往後沿了兩站 沿到回龍這邊 放在勒森療養院的這個地 就選址在勒森療養院 那造成說勒森其實就是 院民要被破遷 然後療養院要有拆遷的一個問題 那這大概是勒森的一個過去 還有就是近代的一個發展 為什麼會把這些人帶來到這個地方 而且看起來是從日治時代就有 所以他們在這邊是被隔離很久的一群人 對他們其實就從 就是最早的院民其實就是從日治時代 其實從1930年的那個時候 就已經有樂森療養院 對那其實我當時 前幾年訪問的時候 其實也有訪問到一些日治時期就入院的院民 那可是像是卯胺之阿伯 他就是變成是戰後才入院 因為他年紀相對比較輕一點 可是他其實過世的時候 也已經大概86歲左右 不過當時為什麼會用這種手段 用這種手法 就是他是採取隔離 是擔心這個病是 除了他的身體會有一些感覺是一個不文明 或者是一個很醜的狀態 會不會也是跟我們 當時對這些疾病的了解是有一些關係 就是說好像這些是會傳染 所以他就會被隔離 類似這樣的一種思考模式 對其實最早期的時候主要是說 因為那時候醫療確實沒有那麼發達 所以他們其實不太曉得說 欸汗生病到底是怎麼樣得到的 他到底是遺傳病還是傳染病 那我們要怎麼樣透過有效的方式 來做一個防治甚至是治療 一開始其實根本沒有藥物可以治療 那等於說病人他就是某一天 皮膚上突然出現一些病灶 然後才發現說 你得的是麻蜂病 你得的是這個病這樣子 對那所以變成說 因為不了解而有恐懼 這其實在我們當代也很有 應該很有感嘛 就是說 這幾年疫情這個COVID-19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是因為不了解 那就覺得說 這些病人都應該要被隔離 這些病人就是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不應該要 可能得到自由或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直以來都很像的狀態 不過類似這樣的一個病症 其實也不是只有在台灣有嘛 包括像馬來西亞 包括我記得澳門好像也有類似的這種狀況 那這些院民他們的遭遇跟對待 跟台灣這種直接隔離的方法會有什麼不一樣嗎 其實以像是香港啊 或者是說馬來西亞來講 他們其實也都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病院 那可是因為台灣的話 因為其實就是看說他當時的殖民者的不同 所以他的做法可能會大同小異 那台灣的話其實最早期日本時代 他們甚至是透過這種國家的衛生啊 還有警察的系統 那直接由警察去你家裡面 把這個得病的人抓到這裡來做隔離 對那所以說其實有很多人 他其實就是在社會上面得到很嚴重的污名化 覺得說你得這個病的人你就是不節 或者你就是可能自己不檢點 因為他甚至是有一些人會覺得 這是有宗教的意涵 你得到這個病啊 因為你外觀會有這樣子的變化 那可能是因為你受到天罰 或者是 對對對 所以早期其實是有很嚴重的這樣子 以外觀以這個疾病的一個污名 那等於說他們在外面的社會 其實生活條件不好 然後被社會排斥 所以就是到被隔離 那所以有一些人甚至是 他沒有被強制收容 可是他會自願來入院 可是那個自願我們也知道 其實他是因為社會排除的結果 就是因為社會會給他很大的壓力 你就是一個有毛病的人 或是你可能是一個不潔淨的人 沒錯 對對對 所以他們會得到什麼樣的一個待遇啊 隔離就是有些地方 他們的做法好像是會有一些賠償 或者是有一些這種恢復他的名譽 在台灣也有這樣的一個過程嗎 台灣的話其實就會要回 就是譬如說我們現在在講 以日本來講 因為我們過去幾年比較長跟日本交流 那日本他們其實就是像是這些患者啊 還有患者的家屬 他們其實都有去對國家提告 那有一個國賠的訴訟的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也確實爭取到了就是國家 包括說日本的這個首相他們的道歉 就是正式的跟憨生病關係 所以政府直接正式的道歉 對 正式的道歉 然後承諾說 我就是要給你們的那個賠償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包括說 可能我承諾說 我們要來做憨生病的一個人權的回復 那這個回復其實就包括很多面向 那可是在台灣因為我們的脈絡 憨生病人權的脈絡相對跟日本不一樣 因為日本其實是源自於戰後 就是他們對於戰爭前的一些人權侵害 其實開始有一些人權意識的浮現 所以他們對於很多不同的一些 戰前侵犯人權的案例 他們有一些相關的行動跟活動 可是台灣的熱身和生病患者人權 其實是奠基於就是熱身保留運動 也就是熱身院民要被破遷 才開始討論到院民的人權 我覺得你剛剛談到的是 因為在捷運機場所以他們被破遷 所以他們開始抗爭 然後社會也開始注意到 這些人其實莫名其妙被關在那個地方 然後開始有一些去除污名 或者是爭取人權的做法 沒錯 對所以就變成說 台灣的話就是至今其實 政府也沒有真正的說 很隆重的一個 跟院民道歉的一個行動 那可能就是說 陳水扁那時候他們當那個 總統的時候可能稍微有道歉 可是同時他還是在拆除熱身 然後要來做療養院 對那所以 然後也有一部分的是有一些補償 可是也沒有說真的完整到 所有的院民或者是所有的 所有的患者 或者是所有的可能家屬 可以拿到這樣的賠償 我們再回到這個 毛阿伯的本身 那毛阿伯是為什麼會被關到 他在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到這個熱身院的呢 就是毛阿伯 他這個狀況啊 其實就跟我們剛剛講到的 那些強制隔離被收容來的人 有一點點不一樣 毛阿伯他其實是1935年出生 那他出生之後 他其實一直輾轉的 因為他是在台南這個地方出生 那他輾轉的其實一直在地方上 做很多不同的一些像是打零工的工作 然後後來到了他大概20多歲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在一個樹鼠粉間 的一個類似工廠的地方工作 那那個地方其實常常要忍受一些高溫 可是後來呢 阿伯就發現說 奇怪人家都戴手套去做工 可是我不戴手套好像也不覺得會燙 對然後才慢慢的開始發現 所以皮膚有些病變了 對沒錯 那時候才開始覺得 欸我好像跟別人有一點不一樣 然後然後後來就是人家也說 欸奇怪 為什麼你的手好像都不會流汗 也不怕燙 那慢慢後來去檢查才發現說 啊原來你得到的是這個病 那得到這個病之後 他也開始就在那個台南診所啊 甚至後來到高雄診所 這些都是專門有在 醫治或是看 為汗生病患者看診的診所 那有開始吃藥 接受一些初步的治療 可是後來慢慢的 他的這個疾病越來越嚴重 其實阿伯就有說 他那個疾病開始大發生 其實是某一次他喝了啤酒 然後突然就是 欸整個大發作 然後身體變得很虛弱 可是因為他的經濟條件 又相對沒有那麼優渥 所以後來人家就介紹他說 欸不然你乾脆去台北的樂森兩院 你去入院 你還可以得到比較好 相對好一點的照顧 對所以阿伯他的入院 其實比較像是說 欸雖然國家沒有強制我一定要來 但是我考慮到我種種的條件之後 我決定要來入院 對 不過好像也有一些院民 他事實上可能去上學的途中 或者工作的途中 或在家裡 都這樣直接被強制抓到 這個樂森院裡面去的嘛 對沒錯 就像是那個我們 常常大家可能在新聞上會看到 有一位叫做李天培的阿伯 那他其實是 我們樂森保養運動裡面 其實也現在是榮譽會長 那他其實也是一直都是 在樂森運動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院民 那其實像李阿伯 他是花蓮人 那他當時其實還有讀到花鐘 在早期 所以就是然後他們家的家庭環境也還不錯 結果他後來就是因為得到這個病 然後臉紅紅的 然後曬太陽的時候被發現 那後來其實他也是就是在家裡很長一段時間 結果後來就是警察他們就跑到他們家 警察跟那個類似衛生所的人來他們家要抓他 然後我記得第一次的時候 還有就是可能家裡的人就跟他說 你不要回來 你趕快跑 你趕快跑 對但是後來就是還是輾轉了 他也還是被就是抓到 然後被警察他們送來入院這樣子 所以他們被抓到樂森院也好 或者是不得不去也好 或者某種自願去也好 他們在裡面得到了什麼樣的一些待遇跟照顧呢 例如說當時那個疾病 我們好像也不知道什麼回事 所以會有什麼樣醫療的方法去協助他們 能夠恢復到某種正常 或是回到社會嗎 其實就是包括說他們入院之後 其實就會有一些基礎的醫療 譬如說早期可能是用那種大蜂子油 就有一種樹叫大蜂子樹 那他的那個果實的種子可以去榨油 然後他們剛開始就說皮膚有病灶 那我可能就打到患部裡面 或者是這樣子來敷膜 可是後來其實發現說 大蜂子油它其實本身帶有一點點的毒性 那有些人他可能打得過量 其實反而造成眼睛的失明 所以就變成說早期其實是用這種 我們現在看起來覺得很土法煉鋼的一種醫療的方式 那後來慢慢的開始有一些可能 譬如說B663 或者是後來院民他們吃的這種DDS的一些相對特效的藥物 那這些藥物他們吃了之後 其實就相對比較可以疾病得到控制 可是汗生病的這個病它很特別的就是 其實你雖然得到控制 但你好像沒有辦法完全的痊癒 就是說你的這些病造其實它很難就是完全的恢復 頂多就是說你不會再有新的這個病菌產生 對這個細菌產生 對 我記得過去也去過幾次垃圾院 其實那邊有一棟大樓房 叫王志勤大樓 那個王志勤大樓上面 聽說有很多院民就在那邊上吊自殺 也是跟他的疾病 或是這種所謂的藥物所造成的痛苦是有關的 其實王志勤大樓啊就是在樂生療院裡面 他對於院民來講的意義 其實就是院民來入院之後 他們這個療院他是一個隔離的病院 那他其實在空間上面就是一種隔離 院民他們要入院的時候其實就會分走上一個Y字路 那這個Y字路的一邊是通往就是無菌者的地方 也就是這些職員啊 或者是一些沒有帶著汗生病菌的人 他們走的是這條路 那樂生院民他們走的呢 就是另外一條有菌者 也就是得了汗生病的人走的路 就開始做了一個區隔對不對 沒錯 那進到醫院裡面呢 其實王志勤大樓就是院民他們 最一開始進來接受一些檢查等等的一個空間 因為他是醫療的空間 那等於說院民他們進來之後 其實對他們來講 因為我一輩子無法離開嘛 那對他們來講 其實我想要離開這裡最近的 離外面世界最近的地方就是王志勤大樓 那所以當時其實有很多人他晚上有神經痛 或者是真的很痛苦啊 很想念家人 或者是說因為這個病真的有一些 讓他心裡很難過很抑鬱 所以他們就會選擇在王志勤大樓的一個走廊 面對外面 面對醫院的外面去上吊自殺 對 所以在裡頭其實 因為當時的醫療資源有限 或是對這個疾病的認識有限 甚至也找不出一個好的方法 甚至產生很多的誤解隔離 但是也沒有更好的方法 讓他們的身體得到治療 或在心裡得到治療 所以就出現了非常非常多的悲劇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要請欣益再繼續跟我們談 這樣的一個這個事情的發展 除了再介紹這個毛號碑之外 事實上欣益的論文也是跟他有關 而他的論文其實也把一些熱身院的一些文資保存 或是文化的歷史也做了一些梳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忠祥參賽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已經紀錄製造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任務的專訪 來帶大家了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知道我們要去關注的一些議題 然後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背後的政治經濟 以及文化政策上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也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很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您的捐款才能夠讓我們走得更遠更獨立 走得更好 並且做更多更好的報導以及討論 今天在節目當中要跟大家聊一個 其實是公庫在剛剛成立以來 就非常關注的議題就是熱身保留運動 當然我們不是在談熱身保留運動 或是熱身療療院的本身 我們在今天也要特別透過這個 保安芝先生的過世這件事情 來跟大家談到他的這個生平 以及他跟這場運動的關係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討論的是 熱身保留運動的參與者江欣宜 欣宜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非常謝謝欣宜 剛剛我們在前一段的節目當中 欣宜也告訴我們 大概熱身療療院的一個發展的這些狀況 以及歷程其他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那也談到了保安芝的這個生平 那為什麼會到熱身療療院的這個歷程 那我接下來想要再請教欣宜 剛剛欣宜在一開始有提到說 大概在2000年左右 這個因為捷運機場 原本是要新莊的機場 機場就是要放捷運的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大的類似像休息站 或是維修站的地方 原本是要放在輔大的附近 那後來就挪到這個現在的熱身院的這個位置 那邊當然是一個土方 那邊是有很多的土 然後所以為了要把那個機場蓋在那邊 所以他就去把很多的土方挖掉 那原來院民住的一個地方 事實上是很特別的 就是如果你曾經去過早期熱身療療院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真的是一個室外桃園 就從這個新莊 然後彎進去這個熱身療療院 靠近桃園那個位置 然後就會有一個小山丘 小山丘上面 你就會看到很多漂亮的房子 然後這個房子 應該不是說豪華的房子 而是非常輕優的地方 那事實上非常適合這個養老 也非常適合這些被害的人 這些受害的人 他在那邊可能是終老一生 可是當然在過程中還是被隔離起來 不過對他們來講 要真正要回到社會 恐怕也並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有些人其實也就覺得說 那我已經被關在這邊那麼久 那我就在終老一生 可是後來發現並不是這樣 大概2000年左右 剛剛談到捷運機場這個興建 所以土方被挖了 房子也被挖了 旁邊也蓋了一個這個醫院 那要把這些人移到這個地方來 毛阿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怎麼去看待這些 這個捷運機場的事情 然後把他們破千的這樣一個事件 其實以毛阿伯來說 其實過去我們在很多抗政的場合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上台講話的院名 大部分時候都不是毛阿伯 那其實毛阿伯他自己也說 他自己是一個很罕蠻恭維的人 他就是覺得說 其實我不太會講話 我有時候可能 對大家可能拿麥克風什麼 我會有點緊張 所以以這個熱身保運動來講 其實阿伯他一直以來都是 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一直以來的支持者 那可是他也用很多他自己的一個方式 去支持這個運動 那阿伯他的想法其實 我覺得也是一個 以我們來講其實很可以理解 也就是說 欸我就是住在這邊這麼久了 這邊我已經 原本你說是一個醫院 可是我現在已經把它當成是我的家啦 那可是你怎麼突然說要搬就要搬 那你怎麼可以這麼阿伯 阿伯的想法其實就是非常單純 他就是覺得 國家或者是院方你們怎麼可以這麼阿伯 那要搶走我們的家園 然後去破壞說 我好不容易在這裡建立起來的一些生活 對那這比較會是阿伯他常常跟我們講 他一開始會想要開始 可能投入這個運動裡面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不過對於院民而言 他當然會覺得他是一個家 但是對政府來講 他就是一個國家的空間 這個國家的空間要重新做不同的使用 那你們離開好像也沒有太過分 只不過對我們來講 會覺得說他離開 你們沒有做好的安置 有沒有好的做法 當然是從國家的角度 所以這些院民他們的房子被拆之後 他們去哪裡 還有院民繼續留在現在的位置嗎 其實因為剛剛老師有講到 就是說樂森院他其實就蓋在這個山坡上 然後蓋這個地方是一個 我們看起來其實是一個很清幽的地方 那這其實呢 要說到這個也是要再回到 就說日本時代的時候 日本人他們其實有一個觀念 他們覺得生病的人你在通風啊 有陽光的地方 環境好的地方 去做一個安養 其實對你的身體的狀況 調養是一件好事 他們相信的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變成說 欸在那個樂森兩院選址的時候 他們就特地選在了一個 欸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都市邊緣 可是又有一個主要的 當時是那個縱貫路的一個 一個主要幹道的旁邊的一個山坡上 來做樂森兩院 他們後來就是安置的話 其實就是說 欸當時他們住在這個院設裡面 它其實都是這種平房 可是要坐捷運機場的時候 其實就是要去拆遷嘛 那那時候院方或者說國家他們就是答應說 好那我蓋了一個醫院的大樓 就是現代化的大樓 把你們搬進來 啊這樣我也沒有破千你們 讓你住到有冷氣 然後有人照顧你的好的房子 你為什麼不要 有電梯的房子 你為什麼不要 那可是後來其實發現很多院民啊 他們其實 譬如他們手腳不方便 然後搭電梯或者是做代步車 他們其實對於住在大樓裡面 他們是有一種恐懼 或者是說不習慣 那這其實就是變成說 欸他強迫院民去脫離他原本的一個生活 習慣的生活模式 那所以有一些院民其實在抗症的過程中 他就決定說 我就是堅持到底 我絕對不要搬進大樓 因為對我來講 我現在住的地方像是一個家 可是我住到大樓裡面 那就是一個醫院 它是一個病房 對那對於院民來講 其實他們就會有不同的選擇 那其實事實上在抗症的過程中 選擇進入醫院裡面去住的 還有選擇住在原本院區的院民 他們其實在某程度上面 也有一點被對立起來 不管是說 剛好因為空間的區隔 還是說因為可能 國家或政府的一些操作 那造成說院民之間有一些矛盾 所以還有院民住在原來的地方 對沒錯 我記得以前其實也是公庫的 之前的成員就是阿烈 他拍過一部小短片 這個短片其實 充分能夠去講 剛剛談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說 一部分他可能住在一個比較親友的地方 他可以在那邊安養天年 或者是他身心狀況 會比較好 但是你突然間說你要去住到醫院 那個在名稱上面 或在那個建築的形式上面 他就有很大的衝擊 另外一個其實 如果你看過一些熱身院的一些相關影片的話 大家會發現 這些院民他的手腳可能都已經萎縮了 或者是他可能 根本都是坐在這個代步車上面 那他們就說 他就做了模擬的一個情境 這個情境如果是發生在 這個醫院的某一個樓層 那假設他發生火災了 那所有的院民 全部都會集中到走廊上面 然後大家都要去按電梯 他才能夠離開 可是他的手是沒有辦法按電梯 或是他按電梯並不是那麼方便 那他也在模擬這種狀況 就是說如果 這個院民沒有辦法按電梯的話 他可以用一些逃生設備呢 可是他其實坐在輪椅上面 他坐在代步車上面 他就要用逃生設備 或甚至要把這些所謂的逃生的器具 要丟到外面去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某種程度上面好像政府 去做了某一些的安置的做法 可是在實際上面對這些院民來講 他其實不管是在那個外在的那種樣貌 或是居住空間的這種衝擊之外 還包括他們實際的生活 其實也非常非常多的這些不方便的地方 那你為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這個是在熱身院的一些院民 他們面臨到破千的一些心理的狀況 而對你來講 你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去關心參與的一些活動 可是為什麼會變成 你去寫了有關熱身保留運動的相關的論文 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在參與的過程中啊 後來慢慢可能說 我前面幾次就是參與他們播放紀錄片 或者是一些寒暑假的一個工作坊 那其實這個工作坊呢 他一開始很好笑 因為就是說這些院舍啊 因為長期荒廢沒有人住 那我們也知道 沒有人住沒有人使用的房子 他其實破敗非常快 可是我們又覺得 熱身的這個地方 我們要等到國家來修理 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在那個時候的情境是這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自己來打掃 我們自己來整理 那慢慢這幾年參與之後 也發現說 在院方這些氣質的 包括王字行大樓 甚至是包括院民 已經沒有在住的房舍 其實有非常多 就是我們看起來覺得 好像很珍貴的一些文件跟物件 可是他被當作垃圾一樣丟在那邊 隨便一個來熱身探險的 這種YouTuber 他們都可以去撿 那我們那時候覺得說 欸這樣不對啊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來保留這些東西 所以後來我們 那幾年的工作裡面 我們其實就開始在熱身 慢慢的整理一些我們撿到的東西 那也拿著去問院民說 欸你記得這個東西嗎 然後去做一些相關的訪談 那慢慢的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 就是投入在這個文物可能整理啊 還有院民訪談 甚至是說 那後來我們做一些策展的工作 對那因為這些參與 然後我也覺得說 欸其實這個過程應該要被記錄下來 那我就開始 以我的論文 就以這個為主題來做 這些文物這些 一些患生病人的文物或是這個療癌論文物 有什麼樣的重要性 為什麼特別把它記錄下來 它有什麼樣的意義嗎 嗯 我們找到的其實很大量的文件啊 它上面是有點 紀錄的是跟醫學有關的 嗯嗯 譬如說欸院民他們的一些病灶啊 或者說怎麼樣 早期他們會有一些幻燈片 或有一些相關的資料會寫說 欸患生病患者外傷怎麼換藥 然後患生病患者怎麼判斷他已經可以出院 或判斷說他已經痊癒了 對但這些其實它都是醫療上的紀錄 可是我們當我們實際上拿著這些東西 我們判讀之後拿去跟院民做訪談 其實有時候院民講出來的內容 會跟那個醫療紀錄上完全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當時有發現一個東西叫做細菌檢驗卡 那這檢驗卡其實它就是說 定期院民他們會去把身上的一些 可能比較常有病菌的地方 他們會去做一些切片的檢驗 那檢驗之後就會記錄在細菌卡上 那當時其實就是在戰後 其實相對資源比較缺乏的時候 院方他們有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強制他們覺得已經痊癒的 院民要出院 那這個痊癒的怎麼判斷呢 他就是判斷說 你細菌檢驗已經沒有細菌了 表示他們認為你已經痊癒了 可是在院民的經驗是 我身體全部都因為這個病 而有一些相關的殘缺的狀況 那我不覺得我是一個痊癒的病人 可是你卻強迫我要出院 那有一些人可能他驗出來 細菌量很高 可是他的外觀看起來 完全就跟我們一般人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這些醫療的文件他的記載 其實跟院民實際的經驗有很大的落差 那我們也開始覺得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可能可以研究跟調查的主題 去研究說 樂勝院民他們包括在入院前後的一些實際的經驗 跟我們看到文獻的一個記載的落差 對所以我們後來就開始慢慢的覺得說 做這些文物典藏其實是蠻重要的 所以他不僅是一個所謂的醫療的記錄 他可能也是一個個人的歷史 或者整個社會史的 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的一些文件 歷史的記憶 那所以你在這過程當中 也因為毛阿伯來使得你 你開始去做你的研究嗎 或者說你的研究跟毛阿伯之間有什麼關係 了解 因為我的研究啊 其實我是寫樂勝兩院 因為在2011 在這幾年 2017年左右吧 就是因為行政院啊 他們有拍板了一個就是 跟樂勝的防射修繕有關的一個計畫 那這其實就是定調說 未來樂勝的這個空間 他要做成一個人權院區 那他其實就是一個博物館化的過程 他把院民的生活的空間 要變成一個展示展覽的空間 那等於說國家的力量來介入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就發現說 早期其實在樂勝有做過 跟博物館展示有關的 運動的一個策略 那這其實是在大概 2007、08年那個時候 因為樂勝面臨很嚴重的一個 拆遷的危機 那那個時候其實有一群 聲援者 他們就開始跟院民一起去 把院民在拆遷的過程中 撿回來的文物 去做一些點藏跟展示 那可是他們這個時候的 博物館小組的工作 其實比較為了做的是 去對抗說國家要毀掉樂勝 要拆除樂勝 抹除這邊的一個技藝 的一個博物館的工作 可是到近年我們在做的 其實我們在對抗的是 國家的力量介入 要來做博物館 他們想要來代言這個運動 或者是他們想要去創造 屬於他們認為樂勝的論述 所以變成說 欸這兩個對照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在樂勝裡面發展出這種 策展啊 典藏 它其實是很不一樣的一個狀態 那我的論文其實 為什麼會說跟麻辣有關 其實是因為麻辣 它就是一直以來 都一直不斷的在撿這一些 別人看起來很像垃圾 都有人說它在撿破爛 可是這些東西其實我們 後續再來看會發現 阿伯他其實為我們留下了非常多 所以他本身也收集了很多的文物 整理很多的文物 對 甚至好像不只是收集文物 他還做了有些 跟樂勝院有關的模型 對他就是用 那個時候房子被拆啊 然後有很多可能 因為樂勝早期是用那個檜木 很多檜木的建築 然後或者是說 欸有一些木材都是檜木 那他就撿回來 然後自己去 做這個木工的模型 然後才自己買那些器材 然後自己畫圖等等 來做這些模型 他為什麼要做那些模型啊 他做這些模型 其實也是很有趣的過程 因為他最一開始 其實是先從畫圖開始 然後是一個 當時也是 聲援樂勝運動的一個聲援者 那他其實也是一個藝術家 那時候就是鼓勵阿伯說 欸你既然對於樂勝 就是你都還有很有印象 你常常講說哪一棟房子長怎麼樣 或者是哪一棟房子的故事 那你要不要試著把它畫下來 那所以阿伯就開始 欸開始嘗試著去畫 然後畫畫畫也慢慢的畫出了一些興趣 所以他就開始覺得說 欸那不然我撿到這些木材 我來做這個木工 那就把它做成一些模型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 其實大部分都是樂勝院的房舍 那這些房舍其實很多都是已經被拆的房舍 那這其實就是阿伯他在做一個 嗯怎麼講 就是他去把它想印象中的樂勝 再把它重現出來 那這些作品有留下來嗎 這些作品其實後來一直都是放在樂勝 那個房舍叫平安舍 那其實阿伯就有那個鑰匙 所以每次只要有活動 阿伯都會開門讓大家去看 可是到了近年呢 因為樂勝要開始做這個人權園區嘛 那所以其實 感覺那些東西滿適合放到人權園區裡面的 人權博物館裡面的 對確實 放在那邊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欸好像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照顧跟保護 可是為什麼阿伯一直 其實常常有人來問他說 要不要放到博物館裡 阿伯其實一直拒絕 為什麼 那他這個拒絕其實他會覺得說 欸我以前這個 我以前的這個模型 我其實是為了抗爭而做的 對阿伯其實還做了 他做了那個王字行大樓 做了一個很大的擺在那邊 他其實還有做了好幾個是小的 底下還可以裝輪子 那裝輪子就是他為了拖去凱道抗爭用的 對那其實阿伯他做這些模型 他就覺得欸我當時其實就是因為保留運動啊 我想要抗爭 我想要讓大家看到說 樂勝原本是這麼漂亮 那可是現在當欸你們說要放到博物館裡面 可是並不一定會去記錄說這個過程 你可能只會說欸這是毛安芝做的 那阿伯也覺得說欸這是我做的東西啊 可是你現在就要拿走 那我也不確定說你會不會好好的對待他 對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長期的一個 沒有很深刻的一個不信任關係 所以造成說阿伯其實對這件事情有蠻大的疑慮 所以那些東西都還保留下來嗎 現在其實有保留下來 但是呢目前就是接下來 因為阿伯過世了嘛 那接下來怎麼處理其實就會需要有一個 蠻討論的一個過程 不過這真的蠻值得討論 就是在台灣有蠻多很多把那個抗爭 社會抗爭給博物館花 甚至某些地方要拆遷 然後就去拍紀錄片做空輸史 但是他最後還是拆遷 還是拆了 仿佛這還是政府做的 仿佛說我已經為你做了什麼 或者保留什麼 可是實際上他可能是他生活的這些 真正的這些所謂的樣貌生活 真正的這個場域 他其實也都不見了 就好像我其實也是只要批評說很多時候 勞工博物館之類的東西 他把勞動現場可能把它拆掉了 可是最後把這些勞動現場 留在博物館裡面 他應該有一些更多可以在實體上面 可以共存或是共同去使用的方法 當然剛剛欣也提到說 他實際上也涉及到一些不信任的部分 那不過最近這幾年事實上 在2006年開始 其實很多有關熱身的議題 是非常引起大家關注 大概是2012年 甚至在前幾年都還有一些各式各樣的抗爭 不過最近這幾年好像很少聽到有關熱身的一些 也不只是抗爭一些消息 恐怕如果沒有你的文章 或是沒有剛剛談到的這樣的一個節目來做討論 好像也不太有人知道 所以熱身院現在還好嗎 院民都還好嗎 熱身其實我覺得現在面對最大的問題 其實狀況應該是說 因為早期啊 院民他們都還大部分的 相對比較年輕一點 那其實我覺得院民是熱身運動裡面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好的組織者 因為院民他會很積極的一直跟我們分享熱身的故事 那很多人跟院民因為有這些接觸之後 他們會願意一直投入熱身的運動 可是近年確實大部分的院民可能有一些凋零了 有一些可能身體狀況不如以往 那他們可能沒有辦法一直像以前那樣 我們一直去開記者會一直辦活動 然後請院民來分享 那我覺得這個會是保留運動現階段 可能比較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說當院民可能慢慢的沒有辦法像過去那樣 一直跟我們有這些活動或抗爭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做延續 那這幾年其實熱身比較大的一個議題主要是說 因為剛好我們前面有提到嗎 就是以前院民要進來的時候 他們要走上一個Y字形道路 然後是走上一個熱身院的山坡 然後有這個隔離異向的一個空間 可是近年呢因為捷運機場他們要完工了 然後要來做熱身的一個空間的復原 那可是在復原過程中 原本呢政府他們是答應說 我們會來復原這個Y字形的路 然後把原本的地貌再重現 可是後來他們就跳票 他們決定要用一個三層樓高的一個路橋 以後的人就是從大馬路上 帶一個電梯上去 然後走進熱身院 那對於很多院民來講 其實這是完全跟原本答應他們的 甚至說跟恢復熱身的原貌 其實是有很大落差的一件事情 對所以這幾年其實很大的一個 抗爭的重點會在這 那另外也會包括說就是院民 逐漸的老化嘛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有更好的一個照護 尤其是說在疫情期間 其實這兩三年包括說 遇到疫情所以院方他們對於醫院的管制 也變得很嚴格 那變成說院民的一些照顧啊 等等的這些資源 其實也會是會需要關注的事情 所以之前院方曾經說要把熱身 恢復成原來的樣貌 這其實是應該是說 他們當時在跟國發會開會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其實就有在會議中 就有說那未來要叫捷運局啊 他們等等的相關單位 要去把這個熱身的門面 去做一個復原 復舊這樣子 對 後來就是說 沒有做到會議紀錄裡面 所以就跳票了 這就是在過程中 其實也是有蠻多可以爭執的地方 最後我想要請教這個 馨姨你從馬尾的身上 看到什麼樣台灣的正義 或是不正義呢 那我覺得其實我在熱身 或者在馬尾的這個狀況裡面 看到的其實比較是說 因為我常常就講說 人權人區其實沒有人權 或在我的論文裡面 我下的結論是 做人權人區其實 並沒有辦法真正回復院民的人權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他們被侵犯的是什麼 就包括說 早期他們被強制隔離 這是對他們人權的一個 侵犯跟剝奪 然後或者是到 近年因為捷運機場 就是要拆除熱身 然後把院民去做一個破潛 這也是對於他們人權的侵犯 那到了近年 看起來我們要恢復他們的人權 我們要重新去檢視過去這一切 可是我們在要恢復他們人權的過程中 譬如說我們很粗暴的去決定 熱身院要怎麼重建 甚至是說我們跟院民說 你現在住的房子我要幫你修好 然後讓你住比較好的房子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某種程度上 它是一種軟性的在破潛 就是它雖然不是像郭月那樣 很強迫你 可是我還是讓你的生活受到一些影響 可是我是以我要恢復人權 我要照顧你做為一個原因跟理由 所以我會認為說 在熱身的議題裡面 其實早期對於院民侵犯的這些事情 它其實一直都沒有被釐清 甚至是國家在對待院民的邏輯 一直都是一樣的 他們並不真正的尊重院民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這樣的問題其實也不是只有發生在 台灣的熱身院的身上 在台灣其他的破潛的議題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問題 當然我們不會希望這樣的一個心態 或是狀況是持續的發生 但是政府常常會讓我們有很多的這種失望 不過我們還是會持續的來去關心這件事情 謝謝新以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請教你相關的問題 我們節目到這邊 今天節目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